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5月6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大陸樓市 最近有個金句出來了 我覺得說得很好的 他就說 什麼是軟著綠 什麼是硬著綠呢 其實不是只說樓市 而是整個經濟 因為現在中國經濟被中國的樓市綁住了 硬著綠 就是 那些樓 在銀行手上 如果不在銀行手上 而是在老百姓小事民手上 就叫做軟著綠 在手上 爆煲 即是說在人民手上爆煲的 沒事 軟著綠 在銀行手上爆煲的 就叫做硬著綠 這句說話 其實我覺得百分百體現到現在的情況 所有東西 在你老百姓身上 爆煲的 任由你說之你死 最重要是保住銀行 最近 我們也收到上面的朋友 告訴我們 如果你在大陸 買了樓 供不到樓的話 他們 現在有個新方法 這是什麼方法呢 就是介紹財務公司給你 叫你借財子 他們就會收到電話 說 你那裏 差不多幾個月沒有供樓 是不是真的還擊很惡劣 那麼 我們 為了 不想你爆煲 我們現在介紹財務公司給你 利息比銀行貴很多 你就可以借錢來 起碼頂得一年半載的 借錢來供樓 那些錢不給你的 不是過你手的 那些錢是幫你供樓的 你就可以借錢來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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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欠銀行那條數 你過往那六個月都沒有供樓 沒錢供樓 你就可以借錢來供樓 我介紹財仔借一年錢給你 先借錢來供樓的那六個月 借錢來供樓的那六個月 另外未來那六個月也幫你供樓 你就可以借財仔那條數 你就可以逐個月還了 好嗎 現在 原來是用這一招 這一招實際上是怎樣呢 其實 就是把一個負債 向前 即是把那個 爆煲的那個波 壓後去爆 一年後才很爆 現在不要爆 其實是半年左右 因為 已經欠了六個月 沒有供樓了 好了 找一間財仔 利息比高一點 可能是8厘或10厘 然後 然後 就是幫你 先找前面那半年數 幫你找後面那半年數 然後你就欠財仔一年 一來 你要還給財仔 但未來那半年輕鬆一點 你就開始攻 即是 將你的負債壓後 將 那個煲 退遲半年至一年去爆 這個就是 現在大陸 要做的事 那麼究竟最終是甚麼呢 他就是怕銀行 爆破 因為說回日本 當時的經濟泡沫爆破 地產泡沫爆破 首當其衝就是銀行 很多銀行破產 大家會看到現在的日本銀行全部都很長的 因為是幾間銀行合併了一間 全部都是合併 買了銀行股的人 全部都沒有了 政府不斷注資下去 挽救這些銀行 讓銀行不要大規模的倒閉 其實已經倒閉了很多 例如大家聽過三井住友 三井住友是兩間來的 合併了一間銀行 好了 我們再看看大陸為甚麼如此惡劣 原因就是 其實 大陸已經是一個硬著陸 所以他為了救銀行 提出 現在的財務公司的方式 當然 當然 在你老百姓手上爆的 沒問題 你們欠債而已 搞你們個人 最重要 不要侮辱銀行 我們看到 倫敦的金融時報 昨天報導 中國三四線樓市的地產銷售 銷售面積佔全國的三分二 大量三四線城市的地產經紀 已經出現了大幅下跌 即是他們的樓價 地產經紀數量大跌 樓價大幅下跌 成交亦大幅下跌 三跌 特別是在2021年下半年 以及2022年 全年都是這樣跌 很多城市的二手住宅 均價 比2019年的高位 跌了20-30% 即是大家已經開始步入負資產了 大陸也是這三成的 好了 已經有的已經是三成 部分 城市的二手房價 均價 比 2019年的 價值 跌了超過三成 即是已經是負資產一種 城市邊緣的地區和房屋 包括舊樓價格下跌 超出了平均水平 尤其是沒有那麼漂亮的位置 舊樓跌得更嚴重 大多數的城市 商業物業價格下跌幅度 超出 住宅 即是 寫字樓跌得更加金 沒有生意的店鋪 公司倒閉 還和你租寫字樓 例如某個省匯城市的公寓 跟普通住宅比較 因為公寓上不了戶口 也不可以安排 學區 最高的 跌了五成 好啦 這些事嚴重大禍 報導的分析就說 中國 這個三四線城市的樓價大幅下跌 除了因為疫情之外 也因為房屋 供應過程有關 因為太多供應了 多到不得了 報導是這麼說的 17-19年官方推動大規模的 鵬改貨幣化 即是補貼鵬屋 居民買樓 推升當地對住宅的需求 到了2020年疫情爆發後 貨幣寬鬆政策支撐經濟 使樓市繼續上升 或者 住宅需求增加 銷售也跟著增加 一些地方政府毫無節制地賣地 然後 大規模的銀行 也會借錢 有人買地 有人買地 我就借錢給你 借錢給你棄樓 所以 公過於求的情況下 在這兩年很嚴重 曾經有一個統計 中國現在的 樓宇面積 可以居住37億人 大家想想 中國現在十幾億人 實際上可能沒有 但是 樓宇多三倍 一個人可以居住三間屋 好了 報道顯示 大陸 樓價下跌幅度 超越很多 預期 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市值 是人民幣 300萬億到400萬億之間 如果現時三四線城市 均價比2019年 跌了兩成 二線城市跌一成 一線城市跌5% 意味著 過去這三年 民眾已經有100多萬億 財富蒸發了 蒸發了一百幾十萬億 其實不止的 很多是跌了三成的 就算連上海 北京這些地方 也不止跌一成的 他說 一線城市跌5% 不止 二線城市跌10% 當然不止 上海也跌了三成的 不要說三四線城市 他們這個數字很保守 因為 官方的價錢 是有些水分 大家記得 報道強調 2018年到2022年上半年 是中國房地產成交的高峰期 房價整體是比較平穩的 在這段時間買樓的民眾 也可能 是以一個價格的高峰期去買 即是摩頂入市 目前跌了三成的計算 其實他們已經損失了過百萬億 而且大部分人 都是乃獲金的 正式 我們早兩天播出了一個女人 哭哭哭哭 他就算虧得少 280萬買 現在賣出250萬 輸50萬 輸10幾% 那個山東 山東叫做老能 其實 算是 虧得少了 很多地方 不止的 上海現在的人拋售 其實是 五折賣樓的 根本就沒有人買 報導說 社會普遍擔心大陸的房地產價格下跌 會產生 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其實中國政府最怕是什麼 最怕是銀行搞不定 今年疫情初結束 結束了之後 大部分城市的二手 買賣 樓市買賣有一點回息 價格也有穩定的趨勢 不過這個只是一段時間趨勢 為什麼會有穩定 因為中國政府今年 加緊引銀子 只是說去年 最後那季 加印了20多萬億 印了銀子出來 叫人們買樓 銀行 現在 知道很嚴重 因為如果被樓市爆煲 中國銀行一旦爆煲就嚴重了 這個很嚴重 這個很嚴重 銀行一爆煲 整個經濟就崩潰了 徹底呈現在人面前 因為現在大陸的經濟 大家知道 爆還爆 但是大家沒有實際的東西看到 覺得沒事 一樣生活而已 但是當銀行爆煲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那種恐怖情況 因為 欠銀行錢的那些 你覺得很開心 不是的 銀行爆煲 問題就是 銀行全的錢就沒有了 共產黨也不負責任 然後做生意的那些 更加沒有得做 銀行一爆煲 你怎麼辦 政府要頂著這個銀行的洞 實在太大了 因為 中國的銀行 借錢 給房地產的銀碼 大到不得了 大家想想 三四百萬億 銀行借七成出來 那邊說 二百幾三百萬億 其實 一跌三成 銀行的損失 也是一百幾十萬億 是一百幾十萬億 大家數一下 中國政府最怕的 就是衝擊到銀行 所以才有剛才的金句 就是 房地產在銀行手上爆煲的 這個叫做硬著陸 如果在老百姓手上爆煲的 就是軟著陸 希望你個個買了房子 樓市倒閉了之後 沒所謂 你們欠銀行錢而已 是不是 現在問題就不是 銀行如果真的手上爆煲的話 每個都會把銀行手上爆煲的 銀行手上拿著大量的物業就死火了 因為 虧本 有人探訓 大家明不明白 現在中國政府的邏輯 中國有十幾億人 你當有六億業主 六億業主 你們平均分攤每人輸一百萬 六百萬億 一百萬乘以六億就是六百萬億 每人輸一百萬就是六百萬億 你們輸了 不要是銀行輸的這六百萬億 由你們輸就是軟著陸 由銀行輸就是軟著陸 由銀行輸就是軟著陸 那麼當然 數字人民幣也可能是因為這樣 在你銀行爆煲之前 取代了 到時 數字而已 中間滑滑就沒有了 無論負責多少都可以變成正數 這個就是政府的問題 跟你外面沒有關係 總之 不是實體的貨幣就沒有問題 銀行 一堆數字在銀行 隨時可以完全沒有 只要老百姓 手上爆煲 就是軟著陸 這個 就是中國政府現在的心態 當然大家會覺得很恐怖 因為 你死你死 最重要是國家頂得住 人民死 人民犧牲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中國政府 毫不猶疑 是犧牲你們的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不過張圖今天出了李家超 因為可能 出圖在同時不是很明白 以為還是說香港 不過 其實香港也一樣 但是香港相對 銀行借貸是比大陸保守很多 所以 出現大陸這樣爆煲 暫時不會 不過 遲些 很難說 當出現一個重大的動盪的時候 例如爆發戰爭 這個情況 就很難說了 現在只是說在沒有戰爭爆發的情況下 香港 可能 會慢慢陰跌 軟著陸 因為在你手上爆煲 這次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發生了